而雖然瑪娃颱風 是已經快速遠離臺灣 但是今天東海岸的風浪 依舊是不小 而甚至在今天上午就傳出了 在岩寮海邊 有民眾遭到浪襲落海 所幸海巡前往救援後 並無大礙 而民眾遭到浪捲入海中 地點就發生在花蓮延寮的海邊 大約是在今天上午九點四十七分左右 海巡人員發現民眾落海 趕緊前往救援 確認無明顯外傷後 送往了花蓮門諾醫院救醫 而岸巡隊就呼籲 颱風雖然已經逐漸地遠離 但是受到了外圍環流的影響 東部海域仍有強震風 以及長浪的情形 提醒民眾這兩天從事 各類水域活動時 務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並穿著救生衣等等的自救裝備 若發現有人溺水 請立即撥打一一八服務專線 保障民眾青海活動 以及生命安全